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在一起的时候参数不变还是这个东西 那还是个什么 还是一个多相式分布 这个seta 然后这个后头变了 那当然是吧 因为加在一起 每个是ni 加在一起是什么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 那就是这个z还是这样一个东西 这是这样一个性质 就是如果一组多相式的参数 这个seta一样 然后这个什么 这个和 就是这个大小不一样 但是这个什么 这个还是一个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多相式分布 对吧 就是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 就是做一个分类问题 对吧 做一个分类问题 如果是两类问题的话 我们是给它一个什么分布 给一个什么 贝鲁力分布 对吧 就是它是零 它是一的概率 对吧 现在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k类 k类 就是说对吧 我做一个分类问题 对吧 k类的话 就是说那我可以给个什么 给个多相式分布 那这个多相式分布 就是说我k类 假设我这一类是吗 每一类 就是说这一个数据 只可能属于其中的某一类 当其仅当 这属于某一类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应该只有一个是1 其他都是0 是一个什么 k为限量 对吧 k为限量 然后只有一个1 然后其他呢是什么 是0 对吧 那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说 那如果我把这个 是一个多相式分布 对吧 那么这时候 这个n等于多少 就只有一个是1 下来都是0 那加这些是1 对吧 是个名 那就实际上就是说 就是对于我这样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问题的话 那这个n是什么 是1了 对吧 这个n是1了 然后实际上这个是1了 对吧 然后下来这个东西 就是0的阶层 要么是0的阶层 要么是什么 1的阶层 对吧 那还是什么 还是0的阶层也是1 对吧 1的阶层也是1 对吧 这块都可以不用管了 对吧 就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它分布 就是这个东西了 对吧 它的分布就是 这样一个东西 你看没有 对吧 就是说那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一个多类问题 实际上我可以什么 我可以把它 表示成一个什么 表示成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多相式分布 就是说如果你是 是k类 我把它表示什么 就是说这种 就是对吧 就是k类 其中只有一个是1 那就实际上 它的分布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分布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1 对吧 这个都是1了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现在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来看看 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多相式分布 这个多相式分布 和高式分布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看他们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现在就是说 你看用这个 这个性子 对吧 现在这个性子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现在这个什么 如果现在所有的都是1 所有的都是1 就是明白吗 所有的都是1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现在所有的都是什么 就是说我有一堆数据 然后每一堆数据 每一个数据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分 一个类标 对吧 它要么是0 要么是1的 现在我有多少 我有什么 有m个加在一起 就是m个加在一起 那这个加在一起 那这个加在一起是什么 按照这个性子 这个加在一起是什么 是这样一个分布 对吧 应该是这个 这是什么了 这是m了 对吧 这个m了 就是说 那实际上这个z 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那这个时候是什么 这个z你看到没有 就是我来看看这个z 对吧 这个z是什么 就是一个 是一个 这个什么 这个是 θm对吧 这个东西 那我们看看这个m的什么 平均 对吧 它是加在一起的 那实际上这个z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z就是什么 是一组yi 对吧 这个yi呢 就是什么 要么只有一个是1了 其他都是0了 对吧 一组这个i从1到什么 到m相加 那我们除以这个 对吧 我们看看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我们说这个东西 是个什么 这个东西 这个加在一起刚刚说的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多相式分布 对吧 多相式它的均值呢 是什么 是是是 它是这个z是z 然后这个是什么 是m对吧 然后我们知道 就是说 对于这样一个分布的话 它的均值是多少 我刚才我们算过了 对吧 我们刚才算过 是n乘的什么 n乘的z对吧 对吧 那么它的什么 就是这里头这一块 这里头这一块 那么它的 它的什么 它的 它的方差是什么 它的方差 刚才说是n的什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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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角矩阵 然后什么 θ 这个东西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对吧 然后你看 如果我现在除以 这个什么 哦 我这是m了 这个不是 算了 我就假设 这就是n了 对吧 n个数据 对应起来 那么如果一除的话 你看没有 那一除的话 那这个什么 除完了之后 那么这个 那就说它的什么 这个n分之一 实际上它的什么 它对应的 它的这个均值 应该是这个东西 对吧 对吧 就是因为除一个n 就变成这个东西了 对吧 但是那这个东西 应该是变成什么呢 这个东西应该是变成什么 我除以 我看我不除以 我要除以什么 我看我是除 是 看看这个 是除 那是除n n二分之一 这个我不是这样 我看 我除这个 这个除根号吧 除这个东西 就得除一个东西 就是这样子 就是假设 那个是z 对吧 就除这个东西 除这个东西 可以 那我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没关系 就是除以这个 除以这个说话 那就是说 那除这个的目的 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方差 要变成什么 就变成这个什么 对角矩阵 对吧 然后θ 减去θ 这个就把n给抵掉了 对吧 左边有一个 右边一个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那个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左边一个二分之一 右边一个二分之一 刚好是什么 这个n就抵掉了 对吧 就得出这个方差 是这个东西了 那么你说 就是说 大树定例 就是说如果 现在实际上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有一组 对吧 如果这个n 屈尽无穷 对吧 就是说 大树定例是什么 说的 就是说 当这个什么 当这个任何一个 对吧 就是说 现在有独立的 对吧 独立的 一个东西 抽出来的 然后呢 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 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 这个均值的分布 应该是什么 满足一个 高时分布 对吧 高时分布 你看到 高时分布的均值 就是这个方差是这个 你看不到 看不到 就是对吧 也就是说 也就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 这个东西 它减去什么 它减去它的mu 减去它的mu 对吧 减去它的mu 然后除以二分之一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说 它是什么 渐进 渐进 以分布收敛 就是这个D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分布收敛 以分布收敛到什么 0到什么 到Sigma Sigma 就是这个DIJ SETA SETA 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 就是说对吧 就是实际上你看我们 我们刚才说的 实际上是什么 这个里头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个什么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多相式分布 对吧 就你看多相式分布 除以它的那个什么 除以它的大小的根号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等当这个什么 这个大小 当这个N区域无穷的话 就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高式分布了 就变成一个高式分布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用 就是用了这样一点小技巧 就把这个Z可以什么 分解成什么 分解成一组什么 独立的这个什么 这个东西它合 对吧 因为那不是 大数定例怎么说的 就是说有一组东西 对吧 是独立的 从某一个分布出来的 然后这个东西的什么 加在一起 它的什么 它应该是什么 趋向于一个什么 正在分布的 正在分布就是 也就是说 这实际上就给了个什么 就给了一个定理 实际上就说 就是说我们做什么 做这个古迹的时候 对吧 就是说为什么 就是说一般情况 我们做分类的时候 我们一般情况 是不做什么 不做最小二层古迹的 就是不能够 就是不能够把Y 就是刚才说的 那个Y是什么 这个Y是要么是一零零嘛 对吧 你不能把Y 就是什么 Y来什么 减去什么什么 这个A就是什么 这个X某一个B 然后这样子 做二层古迹嘛 做最小二层 这个Y是什么 这个Y是要么是一 要么是零嘛 对吧 就这样来做最小二层古迹 一般情况是不允许 来做这个事情的 因为做最小二层古迹 就是如果是这样子 做的话 实际上就是什么 你可以这样子 再这样子理解一下子 就意味着什么 因为说你对这个Y 满足个什么分布了 满足是个高速分布了 对吧 但是这个Y 因为是什么 这个Y是一零零 这样一个数据 它不可能是高速分布 它自可能是什么分布 自可能是我的独向式分布 对吧 是不能够这样做了 你明白吗 就是说从这个理解上说 你知道吧 就是如果你这样做了 实际上就是对Y 做了一个假设 就对这个Label 对这个分裂的Label 做了一个假设是高速的 但是就是说你这样做了 你看我这个地理也告诉你了 如果你这个什么 你这个类足够多 你这个数据那个 这个什么 这个足够多 这样做了也可以 为什么 它也是个高速分布 它是个渐进高速分布 明白吧 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做嘛 对吧 就是硬把它做 就把硬把它做 当成一个什么 当成一个一个回归来做嘛 对不对 就是刚才说这个Y嘛 因为有个特定的意思嘛 就是1000 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做 做完了以后就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一个预测的吧 你现在弄一个什么 就是鼓一个B出来的吧 你拿一个新的数据出来 新的一个数据出来 然后跟那个B相乘 乘出来得出一个新的一个Y值 那个Y值怎么可能是100嘛 因为那个Y值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一个时数 你知道吧 那你咋知道它属于哪一类 你说它最大的一个值 它是属于哪一类 对吧 如果那个值就说比较什么 比较均匀还好 对吧 如果那个值就说什么 就是一个烂条包招的 就是很大很小 很富的 那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 对吧 所以一般人们就智能个什么 智能按照这个来做 就智能能个做 这个X是Label 不是输入数据是什么 就按照这个来做 然后再来做 但是这个做呢 就是我刚才说 实际上就是有 刚才的那个一个定义 对吧 就是当这个N很大的时候 当这个N很大的时候 实际上它呢 也是一个高四分布 对吧 但是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高四分布 这个是个什么 这个矩阵是个什么矩阵啊 是起义矩阵 起义矩阵 看没有 对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这个东西还是有问题的 对吧 就是我们不说乘一 乘一它变零了 起义矩阵 你什么 你航力四不是零了吗 对吧 就是对吧 航力四就变零了 就是你Sigma不能求义了 对吧 对吧 但是你不是上个矩阵吗 就是我那同学 我那学生跟你讲了 伪逆 就是你在那个Sigma 负一的时候 伪逆 对吧 用伪逆 用Sigma加伪逆去做 当你说航力四 对吧 那这个码阵怎么办 把特征值 大于零了 拿出来求 把零 不用管它 对吧 就把那个 就拿出来就行了 然后把上头那个 变成什么 伪逆 然后把那个 这个航力四 因为这个航力四是 特征值的核 特征值的核 那么我就是什么 那个大于零 那些特征值的核 对吧 就放进去 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什么 有个什么 二分之什么 什么M 对吧 二分之M之方 对吧 然后你去数 到底有多少个 不等零的 如果是K个不等零 是二分之K 就把那个M 那个东西换成什么 换成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不等零的特征值的核 把这个航力四 换成是不等零的 那种特征值的核 然后把这个换成这个尾利 那样照样是什么 照样也是个高斯 也是可以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有类比较多的情况 对 这个是个间调性 但是就是说你 这个就是说你做 也没必要那么多 对吧 就是说你说你那样做 对吧 也是也是可以的 对吧 但是就是说 就是说一定要明白 就是为什么就是说 你做分别的时候 不能什么 不能够要做logic regression 对吧 为什么做回归的时候 要做这个 就是说隐含那个什么 隐含那个假设 对不对 做回归的时候 隐含那个假设 对这个什么对对这个 虽然我没说 它是高斯对吧 但是你那样做 最小二层那样做了 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什么 就是假设了 它是高斯分布 就是我们刚才 前都已经说了 对吧 一定要记住那个什么 叫所谓的打分什么 对数打分原则 你那个最小的那个东西 然后负一下子 再一个式P一下子 那个东西实际上 可以构成个什么 构成一个分布的 对吧 那个分布如果念 就构成一个分布 这就是高斯分布了 Y嘛 满足 它这个是它的均值 但是现在我们说 这个Y是个分类 对吧 100 这个数据怎么可能 是高斯分布呢 对吧 就说一说 你说不通嘛 对吧 行 我们这个就是分布 就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 进入我们这个 真正的主题了 我们这个就是 第一个问题 对吧 第一章我们讲完了 像我们现在讲第二章 就是这个 reproducing kernel再生核 我这个课就是什么 就是我既不给你什么 不是有一个句话叫什么 就是受你于鱼 什么 不于你受于鱼 是吧 我既不受你鱼 也不受你鱼 我给你个什么 我给你个鱼钩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给你鱼 你自己去给你一些东西 然后你自己去学这个鱼 学这个东西 所以是讲这个 就是你学了这个东西 你自己去弄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再生核 那这个首先我们看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看一个一号问题 这个二问题 那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有一点 这一点是一一 这一点是什么 这应该是负一一 对吧 然后这个是负一 一 这个是一负一 这个是个一号问题 那么在这个二维这里头 就是说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 你找不出一个什么 找不出一个线心 对吧 找不出一条线 把它分开了 对吧 就是说你是怎么找 就找不出来了 但是就是说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可以什么 我可以往高维扩展 对吧 我可以把高维扩展 就是说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个什么 我再加一维 加一维比如 现在就是意思什么 就是这个点跟这一点 我们假设它是一类的 就明白吗 就是说我假设 这一点跟这一点是什么 是一类的 就是这两点是一类的 这两点是一类的 对吧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什么 我要找一条 找一条分线 把它这两点 把这两个分开 现在我们是分不开的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就往高维 对吧 我往高维走 那我以为高维走 这两个再一类 对吧 这两个是再一类的 那么比如这个是一 一对吧 那我再加一个一 对吧 然后这个人负一 负一 然后这边加一个一 可以吧 然后后到这点 这个负一 一 那我加一个负一 对吧 然后这个一 负一 然后是什么 我加一个负一 那这个就分开了 对吧 因为我只要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全值 这个w 这个w是零 零 一了就可以了 对吧 对吧 就是明白吗 就是说它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跟它相乘 等于什么 两个对应相乘 是等于一了 它跟它相乘是什么 一了 对吧 它跟它相乘是负一 它跟它相乘是负一 那大于零的是一类 小于零的是另外一类 对吧 就是这样子就把它分开了 那有什么意思 就是实际上就说什么 就说在高维的情况下 比低维是什么 是更容易线性可分的 那这个地方有一句 有这样一个定理 我可以写下来 大家 这个人提出来 叫cover这个定理 这个定理是这样说的 就是一个复杂的模式 就是一个复杂的模式 对可以出这一个复杂的模式 对我来说 一周的定理是这样的 对我来说 准复杂的模式 对我来说 这一个角度 就是一个闻出的模式 等等 所以说 然后这个角度 这是一个一句话 这个也没有说一个特别的 就是一个复杂的 一个模式分的问题 就是比如在高维的情况下 它在高维的情况下 应该是鼻子在什么 鼻子在低维的情况下 它更什么 就是这个更容易现行可分一些 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我在高维里头 它的现行可分的概率比在什么 比在低维的现行可分的 这个概率要大 可能性要大 就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什么意思 就是说假设我有一个什么 这个输入对吧 这是一个输入 这是个input对吧 这个x的 这是属于什么 这是属于这个rp的 那么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要通过一个映射对吧 最好是能够把它映到什么 这个是个映射 这个映射映到什么 映到一个什么 高维空间 这个r是要大于p的 对吧 那么就是说通常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为什么 称为是一个特征 feature 分成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问题 你说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们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说我们很多这个做机 做那个什么 做数据处理 做机器学习 很多次要降维 对吧 现在就是说 但是这个实际上 这个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为数越高越好 为数越高越容易分离 就是说你为数越高了 直接搞个线性了就行了 对吧 你在那个高维是线性 相对于什么 相对于低维是个什么 是个非线性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那就是说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要去找一个什么 要找一个什么 一个映射 file出来 对吧 比如神经网络 对吧 很多东西 实际上是什么 它是在定义这个file 对吧 怎么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个怎么弄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 跟我刚才说的矛盾了 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是希望降维的 而不是希望什么 而不是希望什么 就是说 这个身为的 对吧 这是一个身为的过程 那么现在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讲的一个内容 是什么 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个技巧 就是说 我不需要什么 我不需要知道这个东西 我不需要知道这个特征 我只需要在这个特征空间里头 两个点之间的什么 内极 内极相似度 就是说 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 我有一个点 对吧 xi 它是什么 我把它映射到什么 这个对方来 对吧 那么这个是什么 那现在有两个点 就是说 我现在不需要知道这个什么 这个到底是什么 我只需要知道什么 这两者之间的什么 内积 就是说 我知道内积 就是因为很多情况 我们发现 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 最后做的时候 这个内积信息就够了 因为两个点之间的内积 是什么 就是它的相似度 对吧 相似度 就是这个相似关系 就是说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什么 不是去做这个事情 是什么 是要做它的内积 那么这个内积 我可以把它看成什么 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就要定一个核 核 那就是什么 这个xi 和xj 它的核 对不对 就是这个 那你问我 我是怎么 我这个核 是需要通过什么 通过它和它 某一个函数定义出来 你知道吧 对吧 不需要 如果你知道 file了 这个核当然知道了 对吧 对吧 现在就是说 我现在知道它 而我并不需要知道它 就是我的核 就是核心思想 是来干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怎么弄呢 就是说 现在我就是要弄一个什么 就是我说了再生核 就是核函数 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什么 就是我这个 我们这一章要讲的问题 对吧 就是这个核 那什么样的核 就是什么样的核 可以来做这个 就是有满足这个关系 对吧 就是我把它看成是个核函数 那什么样的核 我们要做个什么样的一个k 就是说要定什么样的k 那现在假设 就是说我 这个x对吧 这个x是属于这个 rp的某一个子集 一个子集 对吧 是一个非空的一个集合 那现在一个函数 现在有一个函数 这个k 这个k是什么 就是这个x 乘上x到什么 到r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我就称为是什么 称为是一个核 这个核 那么现在像这种 对吧 就这个核 那么首先肯定我们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 它既然是个内极的话 我希望这个核是跟它对称的 对吧 就是它跟它倒过来 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就是核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这个核是对称的 就是一个核 我们称为对称的 如果是什么 就是k xi xg 是等于什么 等于k的 xg xi 对任意的 x1和x2 这个是对称核 就是说这个核是对称的 如果这个两个可以倒过来 对吧 对任意的两个核 那这个是对称的 一个是核一个对称的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篇文章 就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主要关心什么 关心一个叫正定核 就是一个核 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 正定的 这个k 这个是个函数 实际上这个k 就是个双变量函数 对吧 有两个变量 就是这样 对吧 如果这个k 就是说这个什么 这个核是个什么 是一个正定的 那么当前仅当什么 当前仅当就是说 我满足这个式子 这个 j k 从1到n 然后这个alpha j alpha k 这个k x j xk 大一点点 对于 所有的 这个n是属于这个大n 这个大n是自然数 大n自然数 然后呢 这个什么 然后取一个n出来 然后对应取什么 xn个数据出来 包含在这个 这个里头 然后这个什么 这些alpha alpha 1 alpha n呢 它是属于这个 它都是在包含在什么 这个机核 那么这个使用就通常 通常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一般就是搞个对称的 就是一个对称核 就是我们加个这个条件 就是一个对称的 我们看是这个对称的 我们这个阵定是基于对称的看的 然后我们就觉得 如果我们 称这个对称的核 这个k是个什么 是一个条件阵定的 当其紧当 是一个条件阵定的 这个定义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是大有等于 应该会大有等于 大有等于 大有等于 可以等于 这个我也解释一下 就是你们 就是我们是 这个k是有 是网上是有笔记对的 你们要去对 然后我们解释一下子 就是说 就是 这个对称就不用管 对吧 现在就说这个正定了 这个正定的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x 对吧 这个x是个什么 是一个样本空间 对吧 是属于这个大的 这里头 就是说我从这里头 任意取人个点 任意取人个点 对吧 任意取人个点 然后呢 就满足那个式子 实际上什么意思 这个看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任意取人个点 满足这个式子 实际上就是 任意取人个点 然后这个怎么 点点之间 就可以什么 如果这个x xj对吧 实际上是 可以构造一个矩阵了 对吧 然后这个矩阵的 这个什么 这个元素是xjxk 对吧 实际上是个什么矩阵 是一个n乘n的矩阵 对吧 就是说我任意取人个点 这个n是任意的 这个n可以取n 也可以n加1 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n加2 就是什么 随便你可以取的 就明白吗 这个意思 那么任意取一个东西 那就是什么 我就构造一个什么 就构造一个 一个矩阵了 对吧 那个按照这个定义 这个什么 这个矩阵应该什么 什么矩阵了 半正定矩阵 对吧 如果那个矩阵是半正定矩阵 我就说那个和是什么 正定和 当然就说 你可以对应起来说什么 就这个和 是半正定和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时候一定要看场景 人家是怎么定义的 人家说这个什么 如果是半正定的 它是什么 它是半正定的和 那也没问题 那么如果说人家说 这个大于零了 它这个是正定矩阵 它正定和 那也没问题 对吧 现在就说我是这样定义的 我就是正定和 正定和算对应的是什么 半正定矩阵 这个是任意的 就明白吗 就是说因为你这个x嘛 对吧 这个x 如果这个x 就是说这个什么 这个大x对吧 如果这个大x 如果这个大x是什么 它只有什么 只有n个数据 现在我这个x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吧 就是对吧 如果这个x 它只有什么 只有n个数据 那这个定义就很简单了 是吗 那就是什么 我只要弄最大的那个什么 最大的那个什么 那个矩阵就完了 对吧 就明白吗 就是那我把所有的弄出来 不是够上一个什么 n层的矩阵吗 对吧 然后这个矩阵是什么 这个矩阵正定 半正定就够了 对吧 因为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说了 一个矩阵是半正定的 它所有的什么 阻止 阻止矩阵是什么 半正定的 阻止矩阵是什么 就是任意取多少个 是弄成一个东西 是吧 就是说你从这地方 任意取嘛 任意取几个数据 构成一个矩阵 那就是它的什么 一个阻止矩阵 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吧 这个是 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呢是什么 这个叫条件独立 条件独立 你看刚才我那个矩阵 是条件独立 你看没有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现在这个r法 就是刚才说那个r法 任意的r法 对吧 拿出来就可能 现在就是什么 这个r法要什么 要等于0了 对不对 这个r法要加这些等于0了 等于0的时候是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 它满足这个性质 实际上就是这个矩阵 不一定是半正定矩阵 对吧 因为有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吧 就是这个明白吗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个矩阵是什么 是条件 正定的 条件正定的 就明白吗 就是说因为经常我们会要什么 后来我们会发现 我们要把矩阵要做什么 规一化的 就是什么 要中心化的 就是它等于0的话 实际上就是这个r法 就是什么 这个 看见是个项链 它跟什么 它跟这个1要等于0 对吧 对吧 它跟这个1等于0 正定矩阵 就把这个去掉 就是对吧 它跟它相交的 这个意思就是它跟这个1相交 之外的那些拿出来 对吧 刚才说我们那个是不是 就是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应该是 对吧 至少满足那个性质 对吧 就是我们的θ 就是那个矩阵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对方还有一个定义 就是说还有接着来 就是说对吧 我再说 如果一个矩阵 如果一个k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条件正定的 那么则 则我们称 这个-k是什么 是复定的 如果这个k是个条件正定的 那么这个-k是什么 复定的 这是接受一个定义 我们这第一个对吧 我们解释一下 如果这个是只有n个数据的话 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个 第二个就是说 就是我们看看 如果这个是这个kxx 它是个什么 这个这个东西 应该是个什么 就是如果这个矩阵是个什么 是个正定的 是个正定的 kxx应该是个什么 是个什么 就拿一个数据出来 对吧 我就拿一个数据算 那个数据是什么 那个 哪一个数据算 那个数据 构成一个矩阵 那个矩阵是什么 是个半正定的矩阵 那个矩阵 那就是什么 这个矩阵跟B数是什么 带0对吧 就是因为我们说 这个nk等1嘛 就是意思嘛 对吧 我现在拿一个矩阵出来 哪一个矩阵出来 然后那个矩阵是什么 那个矩阵是个什么 是个数嘛 那个数是个什么 是个半正定的 一个什么样的数 就是半正定的矩阵 当然非负了嘛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就是第一 然后我们再看看 就是这个 现在我比如 我定义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定义这个x减于y 这是什么 这两个欧式距离 我们看看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x和y 它们的欧式距离 我们看这个定义 这样一个函数 那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发现 它是个什么 这个东西是个复定的 这个对吧 有趣吧 对吧 这个x减于y 对吧 这个x减于y 是什么 是欧式距离 这个东西就可以什么 如果我现在 弄个n个点出来 对吧 n个点就过成一个什么 这个实际上是个 距离矩阵 看没有 两两之间的 对吧 我现在随便 弄一个点嘛 对吧 然后每个点之间 算一个距离嘛 然后这个变成什么 实际上变成是一个 距离矩阵 这个距离矩阵 是个什么 是复定的 是复定的 那我们看看 就是说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 它是 那我要证明它了 加在一起要什么 就是任意给这个 加在一起的 对吧 那是 这要小一点 对吧 因为这个负的嘛 它大于零 它的负要办认定嘛 对吧 要条件认定嘛 那我们随便都看看 对吧 对吧 就是j k 从1到n 这个aj ak 对吧 那就说 就是什么 xj 减就是什么 xk 这都是向量 对吧 它的 这是二分数 这个二分数 就是这个距离 那这个是等于什么 我们可以随便写下 jk xj xk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实际上就是xj的什么 xj减就是什么 两倍的 xj xk 加上什么 加上xk 就这个对吧 对吧 那我们看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成的话 因为这个aj对吧 这边只有什么 有一个ak 剩下都是什么 剩下都是j对吧 那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ak 可以拿出来的 对吧 所有的ak拿出来 先加是0什么 0 因为我要加这个条件吧 那实际上就是这块 实际上0 加在一起对吧 然后这块同样的嘛 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 就是这个所有的xj 可以放在一边嘛 放在一边去加嘛 然后那个剩下的是 这个xj加在一起是0嘛 所以这也是0 这个什么 这也是0 看到没有 对吧 最后剩下这个什么 这个实际上就是等于什么 负的 就是2可以拿出来 对吧 然后实际上就是什么 这个j可以放在一起 对吧 这个这个是对吧 这个aj对吧 然后这个什么 这个再什么 这个所有的k可以放在一起 对吧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他的什么 就是他的 这两个实际上就是什么 这个实际上就是他的 这个加在一起的什么 二番数了对吧 就是因为这个j 接和k可以分开 分开在一起 那这个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 肯定是小一点理论 小一点理论 因为前面有个负号嘛 对吧 对吧 你看这个很有趣 对吧 就是一个负的 一个负的 一个距离 这个一个东西 它就变成这个东西 那么就是我可以问 对吧 问就问 现在如果这样子 现在就是我给任意的 x1到xn 就当然我们说了 这些点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如果这些点 其中有两个点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就没啥意思 对吧 对假设这些点是不一样的 因为如果其中有一个 一样的话 那其中两个之间 它都是零的嘛 对吧 实际上最后 有一列是零 可以把它扔掉了 对吧 就是假设都会不一样的 现在就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这样子 我构造这样一个矩阵 我构造这样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是什么 就是二分之一的 这个xi减去xj 它的平方 现在n个点 这是n层人的矩阵 还有这样一个矩阵 xp 负的 这个是二分数 对吧 这个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一分数 这个是一分数 那么这样也构成一个 n层人的矩阵 现在就是你能不能证出 这个矩阵 就是一个正定矩阵 就是你要证定 就是我们刚才说 对吧 这里头对吧 就是明白这个 这个矩阵 就是我有n个点 对吧 就是n个点不一样的 然后就两点之间 就构成这样一个矩阵 就是第什么 第i阶阵的元素 就是这样定义的 就是证定 它能不能是个正定矩阵 然后这个矩阵 是不是也是个正定矩阵 就可以想象着 就是我们下期课会 会有很多性质 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对吧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